这个本来的写法是用那个录制聚集在修改 然后呢之后的话把它改成其实就是整个用VBA写 两者之间差异性其实还蛮大的 第一个可以看到的就是说原来程式这么长 到这边了 等于大概有二十行应该有二十几行 那如果用那个VBA写的话 其实大概就这样而已 一个回圈 加一个逻辑 那里面的话大概就是多增加 大概等于八行而已 就可以搞定一个程式了 那写法当然如果这样写其实就精简很多 而且其实速度效率上面 你会发现也会比较快一点 因为它会停一下 大概要一秒钟 这个是马上过来 所以相对的如果以后你跑的资料量多的时候 你要不要切来切去 其实很浪费时间 那个效率也不好 那怎么写 首先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上面这个逻辑就是我们之前用录制的 不过录制的时候的话 因为很麻烦 那你要判断什么 前面的话有几种状况 就是第一个是 这个到底是有几笔资料 因为如果有没有资料 当然就不用跑 有一笔资料的话就因为你如果一笔资料 没有资料我这边逻辑是什么 就是用Range A3里面是空的 这边第一个逻辑 如果里面是空的 其实基本上这一列整个都是空的 因为连第一个资料都没有 那后面应该也没有资料 那我们这个概念有点像把第一个当成Key 通常资料Key会放在第一栏 OK 那如果说没有资料 那我就做什么呢 我就直接跳到那个什么呢 跳到GoTo那个Nordata Nordata实际上就是NAS 因为直接跳过了 因为实在是想不到什么方法 可以让程式直接跳过 所以你可以写一种方法叫GoTo的叙述 以后的话 你假如遇到程式不知道怎么跳过很多行 就是后面都不要执行 那你可以用这个叙述叫GoTo 后面叫Nordata Nordata是一个标签的名称 那你这边的话呢 就会给它一个标签 比如你要从这边直接程式跳到这边 后面就不要去执行的话 那你可以用这个方法 差别就是说这边有多冒号 这边就跳到这边了 而且Nordata就跳过 就不做任何的复制动作 那如果R等于3的话 意思是说向下追踪 比如说我从A2向下追踪 这边的话呢 假设只有一笔资料的话 那我就Ctrl向下 刚好停在3 那我就Ctrl去个向右就好了 不要再向下 OK 所以这边的话实际上 录制聚集的话是 会根据它的资料量 而写出这个逻辑判断 这个也是想出来的方法 反正就见招拆招 OK 所以以后很多东西实际上都是固定逻辑 所以我讲过了 如果逻辑里面大概一重两重多重 大概就够用了 工作里面 最重要还是你要去熟悉它 然后经常去使用它 然后不同的逻辑给不同的处置方式 OK 那这边的话如果它里面没资料 就跳过不做 如果是一笔 那就Ctrl向右 Ctrl向右向下 然后Copy 切过去贴上 然后这边有Obset Obset的话呢 还要算说要放到哪里 那放到哪里的话 实际上这边有R 减掉2 那R为什么减掉2 同学最喜欢问这个问题 因为上面呢 有两列资料 我记得 下面 这边一个 两个我看 R减掉2 这边的话Obset的话 把它先清掉一下 有些说 陈日写写完之后 没有特别再去看它的话 如果不知道的话 跑到这边贴上 那再来的话 R为什么要减掉2 R是3 减掉 因为这边的上面有两列 两列R等于3 就是只有一笔记录 所以Obset这部分就是说 你贴一笔 那就向下 向下一列 对不对 所以概念大概就是这样子 所以R的话 就是1月份的资料 如果有3 就是一笔的话 那就是向下 一列Obset 那一直在一推 不过这种写法 比较象征的像滑鼠键盘 慢慢这样动 这是一种参考 写应该没有问题写得出来 可是反而我觉得 第一个程式非常冗长 第二个好像 理解上面好像也 并不如 反而这个地方 甚至好像感觉不如 那个VBA来的简单 我不知道各位 有没有慢慢发现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VBA怎么去撰写 其实VBA撰写的方式 跟刚刚几乎如初一册 大部分是一样的 有没有发现 K等于2 为什么K等于2 因为从第二列开始 对不对 那For I等于 第一个工作表 到最后一个工作表 减1 这也一模一样 其实这有时候 直接干脆从前面贴上来改而已 那哪些地方不一样呢 这边的话 主要是 这个地方我是让他去追踪 每个月的最下面一列 OK 那如果是3的话 表示只有一笔 那 如果是 他 如果里面完全没资料的话 他会怎么样 如果这边的话 卡住向下 他还是停在3 那再来的话 我们就是判断 因为我 假如 没有资料 跟一笔资料 都会停在3 所以呢 我担心说可能会误判 那怎么办呢 我就多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 如果 当什么情况下 才要去复制呢 当那个 这个工作表里面的 A3储存格里面 不等于空的 OK 他如果是空的 那就不做任何事 跳过了 有没有 从这边直接跳过 那当什么 当他不是空的 就里面有资料 比如说1月份里面有资料 那我就怎么样呢 我就把它抠过去 所以基本上的话呢 我就 把这个地方 直接就 直接抠过去 所以这边的话 特别注意 油标一定要放在总表 因为我没有在 其他的那个 工作表里面 加那个叙述文 Range这个前面 我没有加那个 序值总表 所以我把它抠过去 这个就是什么 把前面东西 抠过来 1月份就过来 再来的话呢 一样的方式 就是 因为这个K的值 预设是2 但是他已经有一笔了 所以我为了让他知道说 再来我要 放在哪个位置 所以刚刚有用过 就是 用K等于向下追踪 加1 不过前面是用A2 向下追踪 但是这里 可能如果你用A2 你可能要考虑一点 Ctrl向下 他好像会跑到最下面去 所以建议是什么 从A1向下追踪 比较不会出错 OK 因为如果只有一笔的话 他追踪可能会跑到下面去 所以有的时候 你可能要 针对实际上的状况 去撰写对应的程式 否则比较 容易出错 A1 然后向下追踪 然后再下一个 下一个之后的话 再来一样 我就 一样是3 所以一笔 2月也是一笔 一样把它抠过来 再来的话 再下一个 3月的话 3月4有2笔 2笔 反正一样 他就是抓到4之后的话 就是帮我把它的A3到D4 有没有看一下 A3到D4 有没有 放过来 就把这个范围的资料 帮我抠到总表里面来 OK 抠过来 抠过来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可以拿来当范本 有没有 今天写的东西 程式真的非常的简短 才八行 对不对 你就把它全部执行完 就OK了 而且呢 今天写的程式 不是说一定要完全一样的范围 不同范围呢 一样也可以在瞬间 可以帮我把什么 每个月的那个 诶 这个捐款明细 一下子全部都抠过来 好所以回去的话 请各位自己在找类似的案例 应该蛮多的 手边随便 随便一找就一堆 那你 记得 就是第一个一定要把这边熟练 里面最重要的关键 我觉得 跟日文班最大的差别是说 这里面的话 会多很多的训词 可能大家比较不习惯 但是 程式比较容易写错 就是这个哪一个工作表 那我这边的写法基本上是因为我是 将来按钮会放在总表里面 所以呢 我在总表前面就不加工作的名字 其他跨工作表的就会加 另外的话就copy 就是哪一个范围里面把它call过来 这个上个礼拜有讲过 而且我说copy大概太重要了 如果不会copy 这程式正在写 怎么写 如果像以前我们是用sales sales的话也可以 但问题你要一直搬 搬 光那个一列就好几工作表 你就要写 假设五个你就要写五行 如果用range的话 一行就搞定了 所以基本上用range来表示 真的非常的简单 其他应该就没有多的 就向下追踪 这个我想也是前面写个n遍 那这个k的话也常常出现 我蛮喜欢用k的 就哪边加k就可以了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 因为时间的关系 今天就先讲到工作表合比 下一次的话可能就讲工作表的分割了 有分有合 所以工作表可能先讲分 讲合再讲分 然后再来的话可能再讲工作部的合跟分 里面可能还会提到有关其他工作表的重要物件的方 重要物件的重要方法吧 可能需要知道的部分我再提一下 然后再来可能就是网路上撈资料吧 大概讲一个一个范例 大概资料库部分如果有再多时间的话 再多补充一下 如果有一些你们比较想要多知道的 那你可以跟我讲一下 我可能再针对某部分 再详细 因为时间真的感觉真的不太够 所以我们一周能够上的这个范围有限 那请各位回去多多练习